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下又是普京小弟 卢卡申科,虽然在身材上看到这两个人 如果是说身材的话,小弟看上去好像普京 但不是的 实力来说,当然是俄罗斯实力强过白俄罗斯很多 现在白俄罗斯 他就说一样东西 其实西方就觉得他有机会参加俄乌战争 什么事呢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就宣布在和军方的会议上面 说白俄罗斯将会和俄罗斯共同部署 联合国家地区部队 就要应对 联盟国家西部边境的局势恶化 之前 这个 一个独联体国家领导人 其实之前就开了个会 在 俄罗斯 的一个地方叫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 就是普京出生的地方 就开了个非正式峰会 努卡申科就说 在会议之后 我和普京 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议 双方对于部署 联盟 国家地区部队是达成了共识 联盟国家地区部队 将会以 200俄罗斯共和国的 武装实力为主 但是 你知不知俄方派多少人 几千人 没有 不是说 准确一点说 最少一千人 你要说几千人或者几万人都行 最少一千人 其实听上去不是很多 目前 这个部队的组建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 他就希望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 准备好在不久的将来 接收并且安置俄军人员 但是 不要令到局势升级 现在究竟怎样为之局势升级呢 究竟他是不是想投入武装战争 西方当然是说他是的 你说是不是 或者是靠客卦 但是 如果白俄罗斯都投入武装战争 其实他以前不肯 会不会现在是普京给压力逼他加入 还是他真的感受到压力呢 当然 压力是来自哪里来自乌克兰的 等会我们说 他就说和乌克兰边境有些冲突 最近一段时间 白俄罗斯 他们就说 西部和南部 的边境局势受到严重威胁 上星期 我们都说过了波兰就放风说 现在呢我们 要和美国讨论加入核共享 结果美国就打他们 说没有这回事 哪里听回来的 努卡申科 就和普京大帝说 来自波兰很麻烦 他可能摆核 也和普京大帝 是 讨论过这件事情 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 日前也召见了 乌克兰驻白俄罗斯的大事 对于乌克兰计划对白俄罗斯的 偷杂 就发出外交召会 白俄罗斯 国家 边防委员会主席 也指责 乌克兰 我们就说回这宗新闻其实很小报的 他们就指责 乌克兰 是轰烂了他们边境两座桥 而且在陆路是暴了雷 即是踩了雷 你知道人都没有 他们的 国家边防委员会 原来就开了记者会 不过好少人报 就说 到今时今刻为止 几乎所有边境的桥梁全部被轰烂了 被人放菠萝 边境的道路上全部都暴了雷 另外 反坦克 这些暴雷 甚至 已经是 布置了三层 亦都说 乌方派到边境的不是边防 军人 而是 国土防御部队 亦都说 两个国家边境的冲突随时会爆发 当然白俄罗斯亦都证实已经向 乌克兰驻 白俄罗斯大使 基尔齐马 递了一份关于 乌克兰 计划打击白俄罗斯领土的 外交召会 白俄罗斯就谴责乌克兰 准备对他们的 军事打击 更加 他们的防空系统已经准备好了 对于这个外交召会 乌克兰的外交博 其实很搞笑 还在Facebook上面是回应的 就说 乌克兰 计划 打击白俄罗斯领土 这是 假新闻 不真实fake news 亦都说 将外交召会交给乌克兰大使 可能是俄罗斯挑衅的一部分 并且敦促白俄罗斯 立即停止支持俄罗斯对 对乌克兰的 特别军事行动 其实另外 他们当然是说两座 各境边防大桥 已经毁了 并且 在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接壤的地方 道路上全部都被迫 当然 这些 未有第三方的证明 未有第三方的证明 另外白俄罗斯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 副国务秘书 穆拉维科 就说 跟乌克兰 边境的 防空部队和边境部队 他们 已经是部署好了 已经处于这个境界状态 可以应对任何的挑衅 他亦都强调乌克兰已经成为了西方现代化军备的试验场 这句我就不认同你 应该是 之前比那些有些都很流行 现在才比较好 近期比较劲 之前德国只给了一些头盔 亦都说这是另外一轮的军事竞赛 当然现在卢卡申科 就说要跟 俄国联合组成这个 联合地区部队 会不会令到俄罗斯战争升级呢我也有担心 不过这么说 升级也没办法 现在这样的事实 当然 卢卡申科呢 刚刚说的记者会他又说到 北约和一些欧盟国家 现在已经 考虑 而且公开考虑 公开考虑 但是未听到消息 就说要侵略白俄罗斯 这件事我就觉得他说得有太过励 其实 侵略 你 要什么直接侵略 我就想问一下 他都可以说 因为我们和普京老友都可以 包括核打击 不是吧 他就警告 如果有必要 我们国家会对任何敌人作出适当反应 我已经指示了 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一套可能的措施 就要控制和应对局势 但是我再次警告你们乌克兰 我们对任何敌人会作出适当反击 我们已经 为了 这些东西准备了几十年那么久 努卡申科呢 是 你说 准备了几十年 几十年 你们当政也好像没有几十年 不不不不不 他之前和乌克兰关系挺好的 那当时你有没有这样说 之前其实努卡申科是一个 转了一向的人 其实他以前是比较亲欧的 当然 汪格佬说的 这个我觉得我是不认同的 顾今时作非 因为之前欧盟就说他 这个总统大位好像有点 选举当中有点 古怪东西 他就很生气了 反了面 和欧洲 努卡申科亦都说 我再次警告你们 我们一定是会有适当回应 并且强调 情报部门和 军方 应该时刻是掌握着局势的发展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哪届发生的一切 在白俄罗斯境内 不应该有战争 军队的任务 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种东西发生 关于对乌克人的指控 努卡申科亦都说 几乎现在 在西方主人的推动之下 在白俄罗斯要开闭第二战场 我觉得不会 因为他自己都没搞定自己 会不会 我觉得西方亦都不会 因为你拖一个第二战场 其实西方那不是还要给多些钱 西方那么多缩骨我 这反而不会 就说要把明斯克 白俄罗斯的政权 明斯克拖入战争当中 努卡申科亦都说 从战争和军方 到疯狂的 虽然如此 最近 克里米亚大桥的 被毁 表明了 极端主义的威胁 当然 普京大帝 普京大帝就说明了 克里米亚大桥被毁就是乌克兰做的 不知道 白俄罗斯 他现在就说要跟 俄罗斯这样做一个 叫联合地区部队 究竟 你出多少力 还有普京 肯出多少力 是不是 对不对 原来 俄罗斯 这个西方就说 俄罗斯是从白俄罗斯发射伊朗 这是引述西方的消息 俄罗斯是从 白俄罗斯 发射 伊朗无人机 攻击乌克兰 所以 其实 白俄罗斯属于已经进入战争 之前努卡申科说不会的 我们不会卷进去的 对不对 西方就说不是 在那里射出来的 原来俄罗斯使用的 E36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就是 还有 他们强调 不是眼睛发射 暗示被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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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野蛮行为 我引述 就是 欧盟最高外交官 博雷利先生 来自西班牙 他也警告白俄罗斯 不要 维护作枪 叫他不要协助 俄罗斯 这些攻势 但其实 该制裁的都制裁了 你们对白俄罗斯制裁的 还有 白俄罗斯出席 都令到 全世界都蛮严重的 令到全世界都蛮严重的 欧盟 就 特别呼吁白俄罗斯总统 努卡申科 就叫他 他就叫他 不要 直接参与俄乌战争 因为他就是说 在白俄罗斯边境 组建是 一个 联合地区部队 而且 他们就说是白俄罗斯人 占主 究竟是否会参与俄罗斯战争 我相信白俄罗斯 努卡申科也不是笨的 他就会 就算 现在你没有证据说他参与 当然 俄罗斯放了些东西 在白俄罗斯 究竟 他真的参与 不过参与 其实西方都对他制裁了 欧盟委员会就说 如果你们跟俄罗斯合作 违反国际法 违反联合国宪章 欧盟委员会 具体要求白俄罗斯 立即停止 在他们的领土上成为俄军 最近发射 这些叫做 无人机和其他 装备 的一个跳板 博雷利也说 任何进一步行动 特别是白俄罗斯 军方 不顾绝大多数白俄罗斯人民民意 介入这场战争都会引发 新的和严厉的制裁 当然 这个努卡申科 当然是普京大帝的 亲密战友 一直都是 你又没有什么 具体证据的 但是 你说他有没有支持普京 你给土地给人家发射 老实说 都是 支持 那 究竟他 将来这个 地区联合部队是搞成怎样呢 没人知道 我相信他 都会考量一下 建立这个联合地区部队 究竟他是否肯虚 出来呢 我就觉得他是不肯虚的 因为他也挺精彩的 但是 如果你这样逼一逼他 或许他又和普京站得更加近 本尼京很近 本尼京的小弟可能之后 就经常 和普京有一些 大事件做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见